然后你的核心比较稳固了之后 你比较不会腰酸背痛 常常腰酸啊或者是肩膀酸 都是因为核心比较没力 它就会连带印象你的腿跟肩膀 好 加上手哦试试看哦 右手左手像滑水一样 然后冲浪的滑水呢 通常不会把手背举那么高 冲浪的滑水通常会把手肘抬起来就好 然后所以手肘往前 手轻松放 对很好 你们看到一人教练标准的动作 对 所以你冲浪的滑水 要好好练习 好了 记得呼吸是你的钥匙哦 所以你的吸气吐气 要跟着你的动作 你的一个吸一个吐 一个吸一个吐 或者一个吸一个吐 或者停留的时候 吸气吐气还是要哦 不然你的身体会锁住 好 所以核心肌群的锻炼很重要 如果你中断啊 核心肌群在中间嘛 你的中断要是软软的没有力量 上面的力量下不去 下面的力量上不来 然后下面的力量会被上面带长 上面的力量会被下面带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核心肌群没练好的时候 很容易腰酸啊 很容易肩膀酸啊 这样 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老师我的持股往身体的时候 推到地板 硬硬的很不舒服 不用担心 一开始的时候 肩膀跟脖子放松 我们把上背再往上抬高 这个就是我们背的核心肌群了 当你压脚背 然后试着把膝盖推直的时候 你踢谱其实才是最有效率的 所以当你的脚背啊 活动度比较低 它压的不够 就是压的不够平的时候 尤其是在水里会有阻力 有水的阻力 跟脯的阻力 所以它很容易会让我们把膝带弯曲 或者是脚踝也会弯曲 或者是会歪 那这个其实 我有点想要把这个东西 规划在下一堂课里面 就是踢脯的时候 你的身体 你的腿啊 可以在陆地上怎么做一些锻炼 然后让你的肌肉可以记忆起来之后 你回到水里 你就比较容易就是 可以用得上 然后再去抗阻 你需要用你的力量去抗阻 然后脚背的部分 就是还是有一些脚背的练习可以用 对 然后其实脚背啊 脚背 这个地方啊 跟你大腿的筋膜 还有大腿的力量也都有关系 还有它是用核心的力量哦 所以你的核心 你的量挑战到这样子的时候 你的核心其实需要很 很够 才能支持 对没错 然后我们在陆地上 做起来会比较轻松 因为没有水阻 然后也没有挖血的阻力 可是你需要透过陆地上的锻炼 把你的肌肉变强 变更强了 你下去的时候 才会抵抗那个水阻 跟抵抗挖血的力量 所以我有打算就是 下一堂课可以跟你们大家一起分享 关于瑜伽在这个方面 就是锻炼腿力的部分 然后还有锻炼 锻炼我们脚踝的部分 还可以打招呼